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来到 狭隐丧华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我是天命营业的首席投资人 兼本次活动的主持人 奥托 接下来 有请剧组登场 他们是 八重鹰 飞玉丸 还有卡莲 卡斯兰娜 大姐 我听说她是天命的大主教 今天我们来这干嘛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直笑就行了 辛苦了各位女士 来打个招呼吧 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拍摄和制作 狭隐丧华超终于要登上荧幕了 现在的心情 真的非常激动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作品 片场的每顿工作餐都非常好吃 最重要的是 能和鹰一起参加制作 感谢各位的心情付出 今夜的星空 将因你们而璀璨 那么接下来 是最激动人心的互动问答环节 对于剧组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吗 请在互动板块提问吧 来自1865楼的网友终极头锤的问题是 是帅气又神秘的卡莲 我朋友说他好了 想听剧组多聊一些关于卡莲这个角色的事 卡莲呢 他平时是八重挺的城主 形势会比较一板一眼 但是到夜里就会扮演另一个身份 去行侠仗义 这样一个义正义邪的角色 是我一直想要去挑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哦 越是有难度的目标表现越是精彩 卡莲从不让我们失望 来自9168楼网友一起买菜的留言 我是卡莲老师多年的粉丝了 想请问一下困兽第二部 现在有消息了吗 说到困兽的续作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呢 不如现在就来个即兴演出吧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时休息 来了来了终于来了 密星者20 Pro融合量子能源 一键发射50发炮弹 瞬间爆发超级火力 连续轰炸可达240小时 还能作为移动电源使用 天气级防水永久生效 无论预示或是量子深海 皆可轻松小时轰炸 全新超级武器 网友补给全保底的留言是 这次英饰演两个角色 简直是双倍的快乐 拍摄的时候 会不会因此非常辛苦呢 也没有很辛苦了 之前拍《奇异漂流》的时候 要演七个角色呢 大姐最棒了 下面是来自量子篮球提问 八重鹰天下第一 想听鹰谈一谈对于 忍者八重侠的见解 那个 糟了 稿子呢 对了 这部戏是在我的故乡八重村 全程拍摄的 看 这是我们特产的零食 大姐你回来了 哇 是飞鱼玩意 太可爱了 不过这个 真的能吃吗 这口感 真是太棒了 哇 太惊人了 八重村的特产 竟然是会说话的美少女 我们必须重新评估 八重村的危险系数 明明天命的包菜也会说话 刚才说话的不是飞鱼丸 是飞鱼丸啊 每年都会从地里长出来 好多好多 主持人先生也来尝一口吧 其实 我比较喜欢 炭烤口味的 现场来一个 看来原味的飞鱼丸 不太对主持人先生的口味呢 飞鱼丸 来做一份炭烤的吧 哎呀 好像没烤熟的样子 人家今天还没吃东西呢 再加把劲试试 一会儿我们回去吃油豆腐 停下 飞鱼丸 你做得很棒哦 主持人先生 请用餐吧 哎 非常感谢 不过 火可以停一停吗 这样烧下去 大姐 我又闯祸了 不要自责了飞鱼丸 这里不是霸重村 没关系的 你没事吧 奥托 小case 天命有的是钱 重建一个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我们先走了 你要小心哦 救命啊丽塔 救我 苏醒吧 明露霜的主人 明露霜的主人 不了不了 这太可怕了 不适合我 嗯 有点可惜呢 哦 那还是我们自己留着吃吧 可怜 开个小玩笑而已 一个美食家 永远不会错过 任何一个惊喜的可能性 请把他给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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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